32岁被告关炳威,报清任职装修工人,早前在高等法院承认四项蓄意伤人罪 律师在求情时候说,被告有十年吸食冰毒的习惯,犯案是受到毒品影响,并非为了金钱或者尋仇 精神科医生报告也说,被告在吸毒之后会产生患觉和有被迫害的感觉 律师说,四名受害人里面,只有一人的伤势较严重 这名伤者的伤势也有好转,律师也指出,被告在被警方拘捕之后 原本只是被查问有关其中一宗案件,但是被告主动承认同四宗案件有关 认为他是坦白认罪,希望法庭可以判处被告不用坐牢,接受精神病的治疗 法官赖盘德在判刑时候斥责被告,受毒品影响而不能自制 虽然在不清醒的情况下犯案,但认为他是有意图 加上是被告自己选择吸毒,因此不能够成为求情理由 四名伤者里面,其中一名18岁伤者的左手被斩至见骨 手术之后肌肉和神经线受损,手指机能也受影响 法官指出,被告04年曾经因为藏有攻击性武器被判监6个月 过往也有伤人记录,担心他会再受毒品影响,对公众构成风险 考虑到他认罪,扣减部分刑期,判处他监禁5年 法官警界被告假如重犯会被判更长的刑期 案发在去年10月2日晚上到翌日的早上 被告在将军澳多的地点,包括宝林村、仲明院和厚德村等 先后用刀斩伤4名18至55岁湖北湘式的南途人 警员赶到将他拘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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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打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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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打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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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